我早年在台湾讲经 韩广长护持 有一段时间 时间不长 好像只有两年 有一个企业家 也是护持无法 他们开一个小馆子 叫相机小厨 我们 今天里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 相机如来 这是一段佛 它那个国家以什么作佛式的 以饮食作佛式 它没有讲经 没有教训 请你吃饭 饭吃完之后就很开悟 吃饭作佛式 吃饭怎么会开悟 这个地方讲 发真归远 用真心 不用忘心 忘心这个好吃 那个不好吃 品味道 那是忘心 分别 分别吧 你吃饭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处 就成功 你试试看 就用吃饭这一门 在饮食 就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分别 不知处 六根 颜耳鼻尸身 这是十根 饮食 它知不知道 知道 不住相 如果一些味道 都不知 那不吃 那不是成功 样样清楚 没有执着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就是阿罗汉 没有分别 就是菩萨 不起心 不动念 就成佛罗 吃饭可以成佛 看电视行不行 行 你天天看电视 看电视 不分别 不知处 不起心 不动念 也成佛罗 这你不会看 不会看 你先被他转了 你看他笑 你也笑 他哭 你也哭 你全被他转了 他搞乱了 他不管怎么样 你如如如不病 如如不动 绝不受他干扰 这就成佛了 所以你说 哪一法 不是佛法 你也不会的 看佛经 执着 文字 听讲 执着 言说 听一辈子 也不会开悟 听到些什么 佛学常识 不管用 不能断烦恼 不能开悟 问题就在 会不会 这就是说 一切法 皆是佛法 只要你 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方法 原理原则 没有一法 不是佛法 不懂这个方法 大臣 小臣 中文 教下 都不是佛法 佛是觉吗 佛法 就是觉悟的方法 你怎么学 你都不觉悟 为什么 着相 我